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战争与和平》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50万字 我将会用30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精髓 从俄罗斯四大家族的恩怨纠葛中 看1805年到1820年俄罗斯社会那些风起云涌的历史史诗 个人命运总是和时代背景相关联 只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之下 可能难以感觉时代给个人命运加注的变化 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跳脱出在时代之中的角色 而用上帝一样的视角来看待自己身处的时代 一定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会感觉千千万万和自己一样的人 原来顺着时代的潮流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 我们在这个时代中拼搏失忆 获得爱情收获成功 或者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发生了许多事情 而这些事情都和时代的大背景息息相关 如果一部文学作品能精准地刻画一个时代 并且将这个时代之中的人物都描写得栩栩如生 那么这部作品就有了史诗的地位 可以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成为一个时代的牧之名 这样的作品很多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战争与和平》就是其中之一 并且是此类文学作品中的翘楚 甚至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 《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 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品之一 小说用史诗般雄浑壮阔的气势 描写了1805年到1820年俄罗斯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生活领域 展现了一个国家大变革时代的方方面面 《战争与和平》以罗斯托夫、鲍尔康斯基、别佐霍夫 以及库拉金四大家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线索 展现了俄罗斯上层社会贵族的腐朽与腐朽之中的进步成员 以及整个俄罗斯社会广阔的生活面貌 小说立足的社会背景是还有拿破仑进攻俄罗斯的战争年代 因此小说还为我们展现了俄法战争期间的战争画面 以及俄罗斯人不畏强权、拼死抵抗侵略者的勇气 尤其是通过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击破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 歌颂了俄罗斯人民的爱国热情和英勇斗争的精神 除此之外呢 战争与和平还探讨了俄罗斯前途与命运等问题 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 更值得一提的是啊 这本书结构极为宏大 塑造了数以百计性格迥异而且血肉丰满的人物 堪称一部具有编年史色彩的红篇举志 具有极大的思想和艺术含量 除了社会与历史的因素之外呢 战争与和平还展现了多种爱情的模式 有艾伦那种放荡不忠贞的爱情 有纳塔莎年幼无知被勾引之后对于爱情的后悔 由皮埃尔默默守护最终修得正果的爱情 还有安德烈对于爱情苦闷以及最终收获的爱情 从这个角度看来啊 战争与和平也是一曲爱情的协奏曲 充满了炙热与真挚的爱情线索 本书的作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出生于1828年 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最伟大的文学家 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以及自传题小说三部曲《幼年少年青年》 其他作品还有《一个地主的早晨》 《哥萨克》 《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等 他也创作了大量童话 列夫托尔斯泰以自己一生的心情创作 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他还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 心情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 因此被列宁称送为 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以及俄罗斯革命的镜子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 这种矛盾正是俄罗斯社会 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应 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 在寻求新生活中 清醒与软弱 奋斗与彷徨 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托尔斯泰的作品 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 但仍不视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 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态度 好了 介绍完本书的基本情况 以及作者概况之后呢 就到了为你解读的时候了 我将整本书的内容啊 分为了三个重点为你解读 第一个重点内容是 拿破仑进攻俄罗斯 大战在即的俄罗斯贵族 摆出了不同的姿态 第二个重点内容是 法国和俄罗斯签订和平条约 收获了暂时的和平 和平之中 孕育了爱情的千变万化 第三个重点内容是 俄法大战再一次爆发 俄罗斯贵族和士兵为了祖国奋勇抗争 终于获得了胜利 好了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啊 拿破仑进攻俄罗斯 大战在即的俄罗斯贵族 摆出了不同的姿态 俄罗斯皇后的亲信女官 舍莱尔是俄罗斯社交界的佼佼者 在他举办的宴会上 可以看到各种俄罗斯贵族的身影 在1805年7月 舍莱尔举办的宴会上 舍莱尔见到了瓦西里公爵 要给他的儿子说没 瓦西里公爵一听女方是有钱的小姐 就十分兴奋 瓦西里是俄罗斯的首富 别族霍夫伯爵的远亲 瓦西里此次来到这里 一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阿纳托利 和女儿艾伦寻找有钱的对象 二是为了破坏别族霍夫伯爵的 私生子皮埃尔的继承权 让自己来继承别族霍夫伯爵的遗产 因为别族霍夫伯爵 已经在弥留之际即将去世 皮埃尔是一个憨厚老实的人 外形也不突出 还是私生子的身份 因此出现在宴会上备受冷落 和皮埃尔相对照的是 受人尊敬的安德烈公爵 他和自己即将临盆的妻子 丽莎出现在宴会上 成为了聚会的主角 但是安德烈厌烦这种贵族的聚会 迫于面子 他才和史莱尔交谈了几句 在交谈中 安德烈表示自己即将去前线 和拿破仑作战 虽然境遇截然不同 但是皮埃尔和安德烈却是好友 在宴会结束之后 皮埃尔还去了安德烈 在军中的住所 找安德烈喝酒 还见到了浪荡的军官 道罗赫夫 正巧和别人打赌 赢了不少钱 几天之后 莫斯科另外的一家贵族 罗斯托夫家 却在庆祝母亲和女儿的生日 在宴会上 罗斯托夫家的女儿 纳塔莎和儿子 尼考拉都 纷纷出现 还有罗斯托夫公爵的侄女 索尼亚 尼考拉被索尼亚深深迷住了 并且答应索尼亚16岁的时候 就会向她求婚 与此同时 别族霍夫伯爵 瀕临死亡 她的遗产 究竟被谁继承 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目标 其实别族霍夫伯爵 早就留下了遗嘱 让皮埃尔继承所有的财产 但是瓦西里公爵 却窜斗伯爵的女儿 想要毁掉遗嘱 索性没有得逞 皮埃尔得以顺利继承财产 一下子成为了俄罗斯的首富 所有人对待她的态度 都变得公顺起来 瓦西里为了皮埃尔的财产 就让自己的女儿艾伦 去勾引皮埃尔 年轻的皮埃尔 一下子被艾伦的美貌迷得神魂颠倒 便答应了和艾伦的婚事 安德烈就要出发去前线了 他的父亲知道安德烈的想法之后 十分愤怒 但是却尊重儿子的选择 只能硬着头皮 让儿子去前线 但是安德烈的妹妹玛利亚 却指着自己嫂子说 哥哥有些自私 全然不顾即将出生的孩子 安德烈终于到了前线 在库图佐夫将军的领导之下 俄军联合奥匈帝国的军队 打败了节节胜利的法国军队 获得了第一次胜利 但是安德烈代表俄军 前往奥匈帝国的时候 却受到了他们的冷落 因为这场胜利 对于奥匈帝国 以及整场战争来说 没有任何大的作用 就在安德烈回到战场之后 法军卷土重来 进行了一次大的进攻 同时上前线的尼考拉 在战役中被敌军追逐 在那一刻 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怖 而且负了伤 索性最后得以逃脱 在尼考拉的家书中 提到了自己负伤 让罗斯托弗一家人都胆战心惊 安德烈也在战场中负伤 他躺在战场上 觉得自己就要死去的时候 却遇到了拿破仑 拿破仑命人救活了安德烈 交给了当地人照料 安德烈因为不能回家 没有赶上妻子的生育 他的妻子因为难产而死去了 却给安德烈生下了继承人 安德烈愧对自己的妻子 因此不再参加战争 而是前往乡下 开始研究解放农奴 迎接俄罗斯最大的变革 皮埃尔和艾伦结婚之后 皮埃尔忙于应付各种财产的事宜 他还想去农场解放农奴 给农奴更好的生活环境 却被狡诈的管家给敷衍过去了 即使艾伦和皮埃尔结婚了 他还是难改自己的放荡个性 不久就传出艾伦和道罗赫夫私通的事情 这让皮埃尔十分愤怒 皮埃尔要和道罗赫夫决斗 没有用过枪的皮埃尔 竟然幸运地取得了胜利 胜利之后 皮埃尔选择和艾伦分居 一个人离开了莫斯科 就在他离开莫斯科之后 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共计会的长老 在他的劝说之下加入了共计会 共计会倡导用宗教的力量来拯救世界 达成理想 里面都是俄罗斯的各种高官和贵族 进入共计会之后 皮埃尔仿佛找到了人生的归属 随着拿破仑在欧洲战场的胜利 拿破仑也将目标瞄准了俄罗斯 他集结了军队和俄罗斯在边境开始了战斗 面对着法国的进攻 俄罗斯的贵族们却摆出了不同的姿态 有的还在宴会上纸醉金迷 有的人却已经觉醒要赶往前线 保驾为国建功立业 我们的主人公之一匹埃尔仿佛找到了人生的目标 但是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 一切也在发生着改变 好了 以上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拿破仑进攻俄罗斯 大战在即的俄罗斯贵族摆出了不同的姿态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重点内容 法国和俄罗斯签订了和平条约 收获了暂时的和平 和平之中孕育了爱情的千变万化 1808年 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和拿破仑 举行了和平会谈 两国宣布停战修好 一时间人们难以相信两国竟然如此亲密 甚至传出了两个国家联姻的可能 安德烈此时已经在农场生活了两年了 农奴解放事业也被他推进的很有效果 因为安德烈具有皮埃尔不具备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他用免疫税的方式代替了强制劳动 还办了学校教授农奴的孩子知识 第二年的春天 为了儿子的监护问题 安德烈不得不去拜访罗斯托弗一家 在这次拜访中 安德烈见到了独自在橡树下唱歌的纳塔莎 他被这个女孩吸引住了 安德烈再次遇到纳塔莎 是在几年之后的一次舞会上 当时纳塔莎被他的男友拒绝了 因为男友要去追名逐利 就在纳塔莎难过的时候 安德烈出现在了他身边 他们一下子就陷入了爱河之中 在舞会上出现的还有皮埃尔 皮埃尔当时在共济会中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 但是共济会行将旧墓的模式 又一次让皮埃尔陷入了人生的迷茫之中 皮埃尔遇见纳塔莎之后 也迷恋上了这个生机勃勃的女孩 但是她知道自己配不上纳塔莎 尤其是知道安德烈和纳塔莎互生情愫之后 选择成全自己的朋友 安德烈和纳塔莎在一起之后 本来想要成婚或者订婚 却被安德烈的父亲拒绝了 安德烈的父亲觉得纳塔莎年纪太小 因此安德烈决定过一年之后再和纳塔莎订婚 这一年中安德烈也要前往国外养伤 因此安德烈将纳塔莎托付给皮埃尔照顾 安德烈告诉纳塔莎 皮埃尔是他最好的朋友 一切烦恼都可以和皮埃尔倾诉 纳塔莎的哥哥在军队里表现很好 接管了骑兵连之后 深受同事和长官的厚爱 但是罗斯托付家中却遭逢债务危机 迫于压力 尼考拉只能回家接管家政 除了纳塔莎和安德烈的爱情之外 尼考拉也到了追求爱情的年纪 尼考拉喜欢上了自己的表妹Sonia 但是尼考拉的妈妈罗斯托付伯爵夫人 却拒绝了这门婚事 伯爵夫人觉得Sonia家里太穷 她要给儿子找一个富有女孩结婚 以拯救家庭的债务危机 无论尼考拉如何哀求母亲 都无法改变伯爵夫人的想法 伯爵夫人还找来Sonia 训斥她勾引了自己的儿子 还哀求Sonia离开自己的儿子 软硬兼尸地想要分开他们 可是尼考拉却下定决心要迎娶Sonia 尼考拉回到了军队 想辞职回来后就和Sonia结婚 尼考拉走了之后 伯爵夫人气病了 为了还账 老伯爵只能前往莫斯科 贩卖那里的田产 自从安德烈走了之后 那塔莎陷入了空窗期 她深深思念安德烈 但是却被安德烈的父亲排斥 在这个时候 艾伦的弟弟浪荡子阿纳托利 却瞄准了那塔莎 阿纳托利用自己英俊的外貌 和善于表演的特质 勾引着无知的那塔莎 那塔莎在几次剧烈的心理斗争之后 还是被阿纳托利深深吸引了 而那塔莎却不知道 阿纳托利其实早就已经结婚了 这个秘密只有少数人知道 其中就包括皮埃尔 阿纳托利为了燃止那塔莎 甚至提出要和那塔莎私奔 可是这一切都被那塔莎身边的 索尼亚发现了 就在私奔当夜 索尼亚命人将那塔莎锁了起来 还派人追打前来相会的阿纳托利 皮埃尔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威胁阿纳托利不要说出去 还给了他一笔钱让他离开了莫斯科 皮埃尔还劝说着了魔的那塔莎 告诉他阿纳托利已经结婚的真面目 这才让那塔莎醒悟过来 那塔莎对自己的行为深深自责 并且主动解除了和安德烈的婚约 因为此时已经满城风雨 皮埃尔面对谣言极力维护那塔莎 可是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面对婚约解除的那塔莎 皮埃尔却觉得自己爱上这个女孩的机会来了 他内心有了一种幸福 暂时的和平让我们的主人公们 纷纷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大事 但是没有一份爱情修得正果 都是在绚烂的开始之后 慢慢走向沉寂 世间的事情很多都是如此 虽然有好的开始 但是如果没有很好的经营都会失败 个人的命运也往往和时代相维系 当战争再一次爆发 爱情和人生又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好了 以上就是第二个重点内容 法国和俄罗斯签订和平条约 收获了暂时的和平 和平之中孕育了爱情的千变万化 那下面呢 让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重点内容 俄法大战再一次爆发 俄罗斯贵族和士兵为了祖国奋勇抗争 终于获得了胜利 拿破仑在1811年再一次集结军队 进攻俄罗斯 俄罗斯边境的波兰也极为崇拜拿破仑 因为拿破仑成为了他东晋的帮手 亚历山大给拿破仑写了信 信中表示能否和平 这取决于拿破仑自己 安德烈在得知战争爆发之后 让库图佐夫将军调任自己去了前线作战 安德烈到前线之后发现亚历山大皇帝 在维尔纳的布局十分混乱 因此去了军队直接参与战斗 因为战争的爆发 尼考拉也没办法回家去迎娶索尼亚了 只能参加战争 随着在战场上俄军的节节败退 法军逐渐深入了俄罗斯的腹地 但是战局却陷入了胶着之中 寒冷的俄罗斯大帝成为了 无数法军士兵的葬身之地 虽然战局恶化 但是在圣彼得堡的社交界 不少贵族们还是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 不少从前线逃亡的俄罗斯百姓和贵族 即便逃到了莫斯科 发现仍然不安全 因为法军逐步朝着莫斯科进攻 在逃亡的过程中 安德烈的父亲也因为中风去世了 玛利亚一下子成为了这个家族的代言人 玛利亚眼见法军即将到来 就召集了自己家族田庄的农奴们 说要将他们带到莫斯科去 并且承诺那里会有田地和粮食给他们 但是农奴们不相信 甚至还爆发了动乱 所幸这个时候 尼考拉带着军队正在附近巡视 他出面摆平了农奴 救了玛利亚 两个年轻人由此产生了爱情 玛利亚给尼考拉的感觉和索尼亚是不同的 玛利亚虽然不漂亮 但是更具坚韧的生命力 皮埃尔离开了攻击会 他沿着和难民逃跑相反的方向 留在了莫斯科的周边 参加了战争 作为军队中一名最普通的士兵参与了战斗 在俄军节节败退之时 皮埃尔留在了莫斯科 准备四击要去刺杀拿破仑 可是皮埃尔却不幸被捕了 被当作战俘关押了起来 从此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囚犯生活 在残酷的战争中 安德烈也不幸被弹片击中 身负重伤 9月2日上午10点 库图佐夫将军退出了莫斯科 紧接着 拿破仑的军队就占领了莫斯科 但这同样也是拿破仑败亡的开始 因为法军进入莫斯科之后 却发现莫斯科已经是一座空城 而且法军士兵只顾着到处搜罗财宝 此后的战场上只顾着保护自己抢来的东西 不顾作战 俨然成了一批匪徒和强盗 但是在圣彼得堡 贵族的奢靡生活仍旧继续着 皮埃尔分手的妻子艾伦依旧放荡成性 却因为服用过量的打胎药而不幸去世了 此时尼考拉还在大后方操持购买战马的事宜 她对玛利亚的痴迷被母亲发觉了 伯爵夫人十分满意这门婚事 开始让人给儿子说梅 就在尼考拉和玛利亚刚刚见面没多久 法军占领了莫斯科的消息就传了过来 尼考拉匆匆忙忙就上了前线 此时安德烈也被送回了后方 由纳塔莎和玛利亚照顾 在纳塔莎精心的照顾下 他们又重燃旧情 但是安德烈还是伤重不治 不幸离世了 法军进驻莫斯科之后 俄军在周围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和法军僵持 这大大打击了法军的士气 法军派人来和库图佐夫将军求和 却被将军拒绝了 等到俄军全面反击 俄罗斯军民游击战胜行 以及进入俄罗斯的寒冷冬天之后 法军彻底不堪一击 并且出现了大批逃兵 库图佐夫才给了法军致命的一击 获取了战争的最终胜利 拿破仑也因为攻打俄罗斯的失败 在法国被赶下台 被流放到英国的一个小岛上 死在了那里 皮埃尔在战争的逃亡中 被俄军的骑兵所救 他回去之后就和失去安德烈的 纳塔莎求婚 尼考拉也胜利凯旋和玛瑞尔结婚 双方家庭得到了美满的结局 到故事的最后一年 1820年 纳塔莎已经和皮埃尔生了四个孩子 也渐渐发福 皮埃尔对纳塔莎言听计从 纳塔莎因为照顾孩子和产业 没有时间打扮自己 但是她觉得并不重要 因为她将全部的身心都献给了皮埃尔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经过短暂的和平之后 法国和俄罗斯再次开战 而且这一次是事关两国生死存亡的大战 在俄罗斯军民的反抗之下 最终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在战争的大背景之下 各色鲜活人物也进行了他们的选择 有了他们的人生和爱情的变化 事实无常最终结果美满 也不枉之前的辛苦 好了听完了今天分享的战争与和平 你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思考呢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呢我们从俄罗斯和法国开战前夕讲起 介绍了在大战开始之前 俄罗斯贵族的生活 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登场 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有继续止醉金迷的史莱尔 有要上战场保家卫国的安德雷 还有身处迷茫期的皮埃尔 每个人面对时代的不同态度 也造就了他们不同的人生境遇 其次我们讲到了俄罗斯和法国 在暂时休战之后 后方的主人公们的爱情生活 爱慕自己表妹的尼考拉 不顾母亲的反对 毅然决定要迎娶索尼亚 为此赶回军队辞职 但是恰逢大战爆发而不得不停止 和安德烈订婚的纳塔莎 被人勾引之后 不得不选择放弃婚约 皮埃尔爱情的机会便悄然而来 爱情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也是充满了变数 但是唯有忠贞的等待 才能迎来最好的结局 最后我们讲到俄罗斯和法国最后的殊死大战 因为库图佐夫将军的领导 俄罗斯全民的反抗 以及法国错误的战略部署 让俄罗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是举国上下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比如我们的主人公安德烈就牺牲了 但是换来的和平 也让后人获得了幸福的环境 列夫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 这部《战争与和平》 便是他集大成的代表作 里面描写了几百个血肉鲜明的人物 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 以及无数青年男女的爱情与人生的理想 整本书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 但是在细微之处又充满了闪光点 托尔斯泰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巨变 一个国家以及一批新的人物的抗争与摸索 这本书写旧的时候 正处于俄罗斯最重要的农奴制改革的时期 一个国家都在迷茫中前进 而这本书的出现就像是一道曙光 为俄罗斯人民的拼搏精神 与前往的道路照亮了前路 这不也恰恰是真正的文学 所担负的时代任务吗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